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出见 从汽车开始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白 今天我们来测试广汽传奇GS家族里边的一位新成员 就是他 GS Plus 这台车它是基于广汽传奇的GPMA的架构去打造的 然后这个架构它的全称叫做 Global Platform Modular 我少读书 你不要骗我 算了算了 GS Plus这个车型在整个GS家族 它打造的是一款偏高端豪华平顺的这么一个车 现在我在的位置是广东的赵庆赛车场 所以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一台主打舒适的车要来赛车场 不过中国有一句老话说来都来了 所以接下来咱们就走起来试一试吧 这台车它有两个动力的融合 今天我们试驾的所有车型都是2.0T加6AT的版本 另外它有一个1.5T加6AT的版本 我刚刚试了4次的0-100的直线加速最快的一次成绩8.13秒 它配的是一个马牌的UC6的轮胎 我在起步的阶段尝试用Sport模式尝试着弹射起步 其实它的前轮都会有些明显的打滑 所以它的抓地力还是有限的 这台车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它整个在加速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平顺 动力衔接还有它的整个换挡的顿挫感 基本上你都感受不到 不像是其他车当你急加速的时候 它就有那种换挡的感觉 它并没有 所以这台车如果你想要运动性的话 它应该给不了你 但是如果你想作为家用代步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刚才又试了两个科目 一个slalom还有一个迷路测试 然后因为这两个科目它本身的装具不是特别的标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果也不具备真正的参考价值 我只说一下我的感受 这台车它留给我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它ESP介入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因为当我的车辆接近于失控的时候 它会及时的给我减速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对于一台加分车来说 安全才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深刻的点 就是它对侧倾的抑制能力非常不错 它不会有一个特别大的横摆 在slalom的末端即便是最后几个伪装 我也不会感觉到屁股摆得非常严重 你可想它是一台SUV 所以这样的一个抑制能力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刚刚体验了一下它的颠簸路面 也感受了一下它绿震的能力 我个人觉得它初段的B震调的还是不错的 绿震性能非常好 并且它的B震非常有韧劲 但是它在中段和后段的B震调校是偏软的 你比如说刚才像我们做迷路测试的时候 它在一个比较快速的状态下 做一个紧急的重心转移的话 它的避震压缩是比较严重的 再加上迷路测试的时候ESTV接入 所以在左前轮的位置 它的刹车的力度全在那个地方 然后整个车会往左前偏移的非常多 导致它的右后轮会有轻微翘起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是它避震的一个问题 当然我也理解它想把这台车调校的更加舒适 更加平顺一些 其次在这段路上它有很多的这种狭小的弯路 我刚才试了一下 车倒是很灵活 但是这个转向手感我有点尴尬 因为这台车它配了三个阻尼调节的转向手感 舒适 标准 还有运动 但是我的感觉我只能用舒适 因为标准和运动都太沉了 如果说标准还勉勉强强能接受的话 那运动真的是整个把你这个方向盘做的巨沉无比 我一个男性我去打这个方向盘都感觉非常的沉 并且它这种沉不是会带来你这种体感上指向性很好的感觉 这是纯的非常的沉 你会感觉这个车变得特别的笨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厂家可以关注一下 全新的GS4 Plus它的中网是和老款区别最大的地方 这个中网和这个车头以后也会成为传奇家族最新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 它中网有两个 一个是震天翼 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个 还有一个叫做星之翼 这台车它其实整个的车身只有4米71 但是你看它侧面的这个感觉还挺修长的 就是没有你数据上看的那么小 我分析了原因 原因就是因为它车头和车尾的设计 都是这种比较尖尖的形状 所以看起来会比较大 车内最大的区别就是中间这块中控的屏幕 它是一个10.1英寸的 并且是一个竖直的这种形状了 这个设计有没有像奔驰的这个S 像奔驰致敬 我都以敬礼 它这个里边其实整个触控的反应的灵敏度 我觉得是稍稍有点差 我觉得有一点慢 不过好的是它配了CarPlay和CarLife 所以这两个加成 我觉得就让我对它反应慢的这个事 变得没有那么的严重了我觉得 然后还有一点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它有高的导航 然后导航是可以投到 中间这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里边的 并且在右侧可以显示 这个在你开车的时候真的还挺方便的 现在坐在后排了 这台车它的轴距是2米71 前排已经调整到我正常驾驶坐姿了 我身高1.87 我们来看一下空间 我觉得呢中规中矩 腿空间一拳三指的距离 然后头部空间 基本上没什么空间了 即便是我不烫头 我上面也没有太多余量 我分析了原因 主要是因为它整个后排的这个坐垫 垫的比较高 而且它一个坐姿吧 角度稍微有点板正 后排坐的我并不是特别舒服 然后在后排有一些好的点 比如说它地台是一个纯屏的地台 然后在底下呢一个USB口 USB下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储物的空间 手机比较大 但直接放在里面都没有问题 并且它底下这个储格是一个防滑的处理 所以你把手机放在这 不会因为你车来会抖动而滑掉 其实呢GS4 Coupe 还有这个GS4 Plus 它的感觉就有点像是星月跟星月L FCX呢跟F7 一个呢是时尚动感 一个呢是沉稳内敛 那这台车 其实你看它整个动力的数据 你会觉得哇 这么暴力 但其实你真正开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整个车还是挺温顺的 还是一话 决定它卖的好与坏 最大的因素就是它的价格 那你们认为这台车 它应该卖多少钱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 OK那这一期的车出现到此就要结束了 我是大白 我们下期再见吧